下面证文开始 上一试 我告诉爸妈 表妹准备偷户口本和渣男领证结婚 爸妈棒打鸳鸯 五年后 表妹在一档综艺中提起此事 未洒当场 随后 我被她的粉丝持刀筒进医院 临死前 表妹哭得梨花带雨 在我耳边轻声说 云南州 这是你的报应 再睁开眼 我回到五年前 这一次 我没有向爸妈告密 表妹顺利拿走户口本 顺利和渣男领证在一起 北桥拿到结婚证后 火速搬进了许燕峰的出租屋 全家震惊 奶奶被气到住院 我洗完苹果出来时 爸爸刚安抚好情绪激动的奶奶 转眼看到我 问北桥拿户口本 你不知道吗 他不是什么话都和你说 我放下果盘 洋装无辜 不知道 他什么都没告诉我 其实我知道 只是我没想到 北桥为了怕我再次破坏 把计划提前了几天 这是他终于得愿所长 和昔日爱而不得的人修成正果 上一世 他在许燕峰的怂恿下 偷户口本 我提前告诉爸妈 他的爱情无疾而终 其实当时我并非不让他们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 既然有情 就明媚证据 选个日子 双方父母见一面 但当北桥把这话传达给许燕峰时 得到的却是一声冷笑 别开玩笑了 你家有钱有事 我爸妈一辈子没出过县城 怎么做到一起来 我喜欢你 还让你拿户口本领证 既然你们家刁难 还有什么好说的 分手吧 散怒的北桥回来后 砸了我的大提琴 又大喊大叫 要和我爸妈断绝关系 我看着一地狼藉 平静地问了一句 北桥 你忘了小哭了吗 最后还是奶奶一死相逼 妈妈又承诺 送他5%的公司股份 他才安静下来 再后来北桥进入娱乐圈 在没有遭受任何 潜规则的情况下 大红大字 但这并不能抚平 他心中的怨恨 他一边心安理得地 享受着我们的付出 一边又无视我们的感受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我们欠他的 得用一辈子去偿还 原本我以为 他只是自私和情商低 直到我被他的粉丝捧伤 他在我耳畔说 于南州 这是你的报应 我才惊悟 原来他早已恨我入骨 所以终活一次 我没有告诉爸妈 也没有说要明媚正娶的话 我要看看 充满算计的婚姻 他能走多远 傍晚时分 北桥出现在病房 我爸沉下脸 批评他不懂事 不该惹奶奶生气 他作为大舅 同小是他如己出 自认为有权力和义务管教他 哪知终活一次 北桥是死也要捍卫自己的爱情 你又不是我亲爸 凭什么管我 我乃气得浑身站立 优雅了一辈子的老太太 坐起来要打北桥 臭丫头 和你那死去的妈一个样 见男人像贱民 这话说得重了 说到北桥的痛处 他指着我爸口不择言 于柏林 麻烦管你老娘 他疯了 我爸气坏了 他作为某企的高层 几时被人这样指着鼻子教育过 病房里一时鸡飞狗跳 我站在窗前 咬了口苹果 静静的看着这场闹剧 北桥说得对 我爸不是他亲爸 他是我姑的女儿 比我小一岁 姑姑年轻时 痴恋一个男人 抛下一切 跟他远走一乡 后来男人出轨 绝望的姑姑从桥上一跃而下 北桥是四岁时被接回来了 他爸再婚 后妈不再见他 姥姥给了那家人一笔钱 把他的抚养权要了回来 户口落在我家户口本上 奶奶对我爸说 我年纪大了 顾不了他几年 北桥就算给你们当个小女儿了 家里多个玩伴 我自然是开心的 我们一起上学 一起去游乐园 晚上躺在同一个被窝里 说悄悄话 北桥天真烂漫 因为文化课不行 爸妈自小培养他才艺 想让他以后走一考 后来我考进某大 他被舞蹈学院录取 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不是他遇到许燕峰 对于许燕峰 我比北桥要早认识 他是某大的学生会副主席 俊雅斯文 因为同在学生会任职 如果我没多心 我们曾有过几次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 因此被同学起哄过 天作之和 在一起在一起 但说实话 他这人总给我一种 怎么说呢 有点流于表面的感觉 所以面对起哄 每次我都不着痕迹地转移话题 但我没想到 北桥会在我的生日会上 对许燕峰一见钟情 那段时间 他频繁来学校找我 其实每次都等在学生会办公室 开始我还疑惑 直到有次看到他望向许燕峰的眼神 我才明白 他根本不是来找我的 我不动声色地问过北桥 原来我生日那天 他在洗手间门口差点滑倒 一双手臂及时揽住了他 小心 是恰巧路过的许燕峰 北桥跌进他怀里 对上近在咫尺的一双温柔眼眸 心中轻微一荡 姐 活了二十年 我终于明白 小说里怦然心动是重什么感觉了 北桥拖着腮 面若桃花 他不像我 清醒理性 他漂亮 热烈 直帅 喜欢的东西就买 喜欢的人就追 所以他频繁出现在某大学生会办公室 我一点不意外 平心而论 许燕峰无论外貌还是才学 配北桥处处有余 唯一不对称的便是家世了 他来自西北偏远的农村 那里常年干旱 吃水都要到水窖里去挑 但这丝毫不影响北桥的热情 他像一阵风 吹咒了他的心 我就不怎么看好这段感情 这些年 北桥在浇灌中长大 家境又幽渥 他像一个不安适适的傻白田 不懂人间疾苦 更不懂 婚姻不只是外貌上的般配 更是精神 三观 成长环境的门当户对 因为不在一个学校 我并不清楚 北桥和许燕峰发展到哪一步了 从小到大 每年生日 我妈都会送一些珠宝和奢包 给我们当生日礼物 等我发现北桥的展示跪空了时 许燕峰的手腕上 正好带了一块百搭匪力 与此同时 北桥的零花钱也骤然增多 他撒娇给爸妈要钱 说学校举办活动 要买大牌礼服和鞋子 爸妈向来对他有求必应 若说开始 我还担心 两人在物质和精神上不通平 后来我发现担心错方向了 那天 周燕发给我一张照片 周燕是我发小 高考后去了另一所学校 但因为同在本地 所以还是经常能碰到 照片上 许燕峰在陪一个女生饰衣服 举止亲密 女生却不是北桥 周燕说照片上的是她室友 自己好像恋爱了 每天神神秘秘的 他八卦兮兮的 说逛街时正好碰到 你看这不是你妹朋友圈的男的吗 第六感 使我相信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和周燕的话 截图发给北桥 原以为他会清醒一点 谁知道几天后 他田笑着帮许燕峰解释 我问他了 他说是两校联一时认识的 去餐后就顺便走了走 那天好多人一起 姐 你想多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脑子里有泡吗 都这么明显了 难道非要抱一块亲上他才相信 面对我不解的目光 北桥再次田笑 姐 你和许燕峰是同学 应该了解他 我听说之前还有人撮合你们呢 他话里有话 我莫定明白了 他是把我当情敌了 以为我是嫉妒 想拆散他们 心里好笑 我想说 如果我喜欢许燕峰 根本不会有你的事 但我没说 因为我知道 即使我说了 他也听不进去 日子不缓不慢地进行 我冷眼旁观北桥的感情动向 甚至掉了那天晚上的监控录像 希望从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你证明他是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蛛丝马迹没找到 却无意间在天台 听到许燕峰给家人打电话 电话里他说 别急 先登地稳住 他家没儿子 只要拿捏住那小妮子 以后不愁他妈公司没我一半 神情中有种志在必得的决心 我紧贴在楼道背角处 直觉他口里的小妮子是北桥 通过种种旁敲侧机 我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我可以不管北桥给许燕峰花钱 只要他开心就行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往我坑一跳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他 所以在他准备脱口口时 我告诉了爸妈 上一世 北桥被迫和许燕峰分开后 就搬去外面 我妈给他买的房子里了 面对我的亲近和示好 他始终不冷不热 还语带讥讽 云南州 你满意了 不就许燕峰拒绝过你吗 我醋眉 言语清淡地问 他这样告诉你的 不然呢 得不到就毁掉 好手段 他在脑补什么姐妹 为爱反目成头的狗血戏码 一个许燕峰 还不值得活用手段 我试图劝醒他的恋爱脑 你知不知道 你要嫁的是什么样的人和家庭 什么样的人和家庭 北桥咄咄逼人 我觉得他挺好的 至少有人情味 人情味 我俩的笑容 比如恋爱一百天 他送我他亲手制作的帆布包 北桥红了眼睛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用心 我助力于落地窗前 望着一路延伸的璀璨夜景 觉得好荒谬 一个帆布包换一块百打斐力 挺划算 闻 北桥猛地站起来 指着门口怒不可遏 因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把钱看得那么重 我要的是理解 重视 那种把我放在心上的感觉 望着北桥怒怒对的脸 我的心里逐渐涌现一丝寒凉 我们不重视他 没把他放在心上吗 他大概忘了 他从小紧匿域时 动辄上万的衣服和玩具 哪来的 生病时他给我妈通话 我妈为此推了重要会议 来医院陪他挂点滴 还有他一考分数不够 我爸动用人脉关系 给他弄了一个舞蹈学院名额 我们全家十几年 对他的精心呵护和付出 不抵许愿风一个饭不包 多讽刺 医生匆匆赶来 客气的请我们出去 病人要休息 原本在走廊等待的 许愿风看见我们 引了上来 北桥挽着他的胳膊介绍 验峰 这是我爸 我爸鼻子里哼了声 风度不允许他在公众场合骂人 别叫爸 我又不是你亲爸 北桥差点没绷住 许愿风身体一僵 脸上也善善的 我爸被主治医生 叫做伤害病情了 许愿风神色极不自然 再三向我保证 我是真心喜欢北桥 我以后肯定会对他好 望着面前携手而站的两人 我不顺在意地点头 我知道 北桥却如临大敌 警惕地挡在许愿风前面 我谋色忧森地盯了他两秒 对许愿风露出一个 恰到好处的微笑 别介意 我爸站在气头上 过几天就好了 看他如是重复地松口气 我又热心肠地解释 不过我爸确实不是他亲爸 你们既然结婚了 应该去看看他亲爸 毕竟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点到极致 上一世 北桥利用家里的人脉 进入娱乐圈 我妈砸钱砸资源 把他捧红 有钱又有言的他名利双收 身价故义 是无数人羡慕的对象 但他心中始终一难平 所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许愿风是他的执念 事实上和北桥刚分手 许愿风就无缝衔接本地一个富家女 但又不知什么原因分了 最后和一个大他二十岁的 离异富婆走到一起 感情生活可谓精彩绝伦 成名后 北桥重新联系上许愿风 在经纪人的掩护下 与其暗度陈仓 一次两人约会 忘记拉窗帘 全程被狗仔拍下 许愿风是有主的人 事情一旦暴露 北桥演艺事业尽毁 最后还是我妈出面 摆平了此事 我爸恨铁不成钢 气得摔碎茶杯 你要再和他纠缠不清 就从对家搬出去 永远别回来 北桥演含乐语 你让我走 因为我不是你亲女儿 是吗 他指着我 质问我爸 你满舟 你就不会对他说这种话 因为他也喜欢许愿风 所以你们就阻止我和他在一起 你们一家 他生死力竭的喊 你们一家三口才是亲的 我就是一个在你们家要饭的人 我爸气得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妈忙安抚他冷静 转头又颇口苦心劝北桥 那个姓许的 和你交往期间 就和别的女的不亲不出 你到底图他什么 可惜北桥根本就听不进去 图我爱他 值不值得我说的算 当初要不是你们反对 我们现在也不会这样 这几年 我对北桥的失望逐步累积 看着他一副 我们全家都欠了他的模样 我居然无比平静 北桥 如果当初同意你和他在一起 你觉得你们会怎样 北桥怨恨的盯着我 无比笃定 肯定比现在幸福 至少不用偷头摸摸 是吗 我忽然想起 北桥曾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说过 他走到今天不是靠别人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一句话 把我们对他的付出全部抹杀 那么好吧 这一事我们不欠他了 希望他能靠自己的努力 重获前世的风光无限 和上市一样 大四我就申请了出国留学 如果不出意外 我会在三年后进入我妈公司 逐渐在商场崭露头脚 可偏这一事出了意外 我奶奶 她原本就有脑出血 对北桥这么一闹 进了医院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因为处于实习期 最闲 陪护奶奶的责任便落到我身上 奶奶昏睡的时候多 偶尔醒了 也很少说话 只是看着某一处 或是盯中发呆 我知道 她是担心北桥 姑姑当年葬身合体 是她一辈子的痛 甚至 她以为是自己单亲母亲教育出了问题 为此都把北桥托付作爸妈了 为什么她还会重蹈覆辙 看着奶奶苍老暗淡的眼神 一股心酸涌上心头 自上次在病房吵架后 北桥就再也没来看过她 这事上 除了爸妈 奶奶大概是最疼北桥的人了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奶奶把她带回来 小心翼翼的和爸妈商议 请求爸妈收养她 又亲自带她熟悉 融入这个家庭 奶奶以为她做了最周全的安排 没想到还是抵不过偏意 两个月后 奶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那时她也不能进食 靠鼻子管维持生命 那几天 我和爸妈彻夜守在病床前 奶奶神志昏迷 却吊着最后一口气 迟迟不厌 医生委婉地提醒 老人是不是还有什么愿望 或是想见的人 其实我们都清楚 奶奶是想见北桥 经过上次医院吵架 爸爸对她很失望 不肯放下面子找她 而我 自上次对许元峰解释了她亲爸的事 就被她拉进了黑名单 最后 还是我妈给北桥打电话 却得知她怀孕了 前妻有先兆流产迹象 在家正卧床保胎 哪也去不了 最终 奶奶带着遗憾离世 葬礼过后 我去见了北桥 上离世 她愤怒地让我从她那豪华大屏层里滚出去 如今 她窝在阴暗瑕色的出租屋里 门口放着来不及丢掉的外卖盒子 开门时看到我 她愣了一下 随后窘迫的团起沙发上的衣服 胡乱塞进柜子里 大概是前妻反应严重 她原本白嫩的皮肤粗糙不少 双眼无神 和以前那个光鲜亮丽的小公主不可同意而语 高跟鞋踩上搁置的木地板 我从包里掏出奶奶的遗物 面无表情地递给她 在医院时 奶奶曾交代我 她走后 务必把这条珍珠项链还给北桥 这是姑姑当年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北桥没接 目光愣愣地放在我手腕的包袋上 这样的包 她以前有一柜子 如今 她只有一条染了墨迹的散布包了 大衣口袋里 我的手紧紧握着弹簧刀柄 胸口剧烈起伏 半晌 北桥终于反应过来 眼底飞快闪不一丝黯然 奶奶走之前 最想见的人就是你 看着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我忧成一笑 这可是柜子 千万要保护好 说完转身就走 我怕自己再不走 会忍不住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为这种人脏了手 不值 晚上 我收到北桥发来的消息 好稀奇 她居然把我从小黑屋里放出来了 更稀奇的是她居然叫我姐 姐 我对不起奶奶 你是对不起奶奶 你这辈子都对不起她 我死死的盯着这几个字 没回她 过了一会 消息又想 奶奶下葬那天 我哭了很久 我真的去不了 我没办法 我想了想 很宽容大度的理解她 没关系 你去不去都无所谓 毕竟你的幸福最重要 你舍弃所有才换来的幸福 我又怎敢不理解 我也怕你再次把气撒到我身上 上辈子多管闲事 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独自走在异国的街头 我偶尔会想到北桥 我承认 我阴暗地希望她过得不好 甚至想过用一些卑鄙的手段 刀子捅进身体的锐痛 我永远都忘不掉 之所以没动手 是因为我知道 徐彦峰不会让我失望 还有什么 比看一个人从云端跌落泥潭 更大快人心 这几年和爸妈通话 他们很少提 我也不问 放假回国 睡到自然醒 偶尔和朋友聚聚 抽空再到我妈公司 浅浅十几几天 北桥好像从我的生活中 消失了三年 直到我在一次投资会上见到她 这几年 国内娱乐产业发展迅猛 人人都想奋一杯羹 我家也不例外 陆续投资了几个爆火的影视项目 回国后 我妈就把这块交给我 她说你年轻人眼光超前 能把握住市场 这么晚上 之前负责这一块的邵叔 带我去参加一个洽谈会 现场正好有一场试镜 刚进酒店 邵叔就被导演喊着 一起去看看 就在我也要跟上去时 导演用眼神问邵叔 这你带的人 你的人不用试镜 回头我给他安排一个角色 邵叔笑着客套 误会了 这我们老板的女儿 于南州 以后影视这一块 就由她负责了 我落落大方的伸出手 请多指教 导演是个带牙蛇帽 操一口经片子的中年男人 导过无数的优秀电视剧 上一时 北桥拿奖的那部戏 就出自他手 哪里 于小姐年轻有为 合作愉快 他翻着简历 正好 今天也有一个姓于的演员试镜 叫于北桥 和于小姐名字很像呢 不知道于小姐认不认识 我和邵叔悄悄交换一个眼神 之前怎么没听说北桥也来 邵叔八面玲珑的回道 都说陈导向来公平公正 我们哪敢干涉 陈导只管按自己的要求来就行 能在这个圈子里 混得哪个不是人精 导演这话也是试探我们 毕竟博面还是要给三分的 不过 邵叔这么一说 导演很快就心领神会 那我可就不讲什么情面了 事情开始了 我站在隔壁小会议室 透过玻璃窗 看着演员一个个进来 自我介绍几句 表演一段才艺后 又陆续从后门出去 直至后半场 我才看到北桥 他变了 外形倒还好 变化最大的是气质和省态 明明二十四岁的年纪 却没有一点少女的娇俏和灵动 按导演的要求 北桥即兴表演一段评论小剧 毕竟有前世的经验在 他的表演松弛有度 但偏偏他试镜的是雨三 一个十五岁娇蛮任性的小郡主 人设极好 上一世 这部剧大爆 所有主演原地非生 就连打酱油的也小伙出圈 北桥肯定是带着前世的记忆 来参加试镜的 可惜 外形是他最大的硬伤 一轮试镜结束 我出去透气 走廊上有几个不死心的小演员 预备赌场后的主创人员 在深入交流 北桥居然也在 角色竞争激烈 人人心怀鬼胎 在一众光鲜亮丽的牵影中 北桥的打扮算朴素无华的 因此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以婚妇女就好好在家带娃 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就是 一个瑜伽的气女 也不看看自己的土鳖样 和他竞争一个角色 我都嫌丢人 北桥默默地站在人群中 像一个灰头土脸的小丑 任人奚落 前世 他是被众人簇拥厌慕的大明星 戏约接到手软 如今 他和一众十八线小透明抢角色 且哪个都比他有优势 不知道他的心里有没有落差 他的心里我不知道 但我心里却很平静 他这种状况 我其实早就料到 没人卖 没资本力旁 没有强大的财力做后盾 普通人想在圈内立足 难于登天 似有感应 一直低着头的北桥 呼得像我望不来 四目相对 我优雅大方地冲他一笑 北桥神情一正 随即慌乱地别开视线 恰在这时 一个貌似富岛的男人走过去 先是暧昧地在屁股上拍了下 随后塞给他一个东西 北桥像被烫着似的缩回手 踏踏 东西掉到地上 是一张烫金房卡 看着北桥仓皇逃跑的背影 父导眼里全是亲密 妈妈咧咧道 妈的 搞什么 又不是第一次了 她老公都把她送上门了 她倒装起盆来 什么玩意 回去在车上 我第一次从少叔嘴里知道 北桥这三年的状况 当初北桥怀孕后 许元峰以她需要照顾为由 把她妈从老家接来 一家人搬进北桥 位于江边的大坪层里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件事 但是我刚到国外 在一次和我妈视频中 听到她接日视电话 谈的就是北桥那套将近房 在之前 我妈就已经断了她的信用卡 和一切金钱来源 那套房子 因为写的是北桥的名字 最后怎么样了 我不得而知 北桥和许元峰家人 度过一段还算平静的日子 直到孩子出生 是个女孩 婆婆在医院当场黑脸 虚弱的北桥 给许元峰打电话 她却开小组会议 总开为由 让她多体谅 生产前 北桥曾在月子会所 订下豪华泡餐 怀孕休学一年 她想尽快恢复身材 专心追求事业 可是车子却被保安兰 在大门外 原来几天前婆婆来闹过 农村老妇女的雕汉 或是会所不得不退钱给她 北桥向许元峰抱怨 得到的却是她略带不耐的敷衍 城里人就是矫情 我妈生了我们兄妹几个 月子里大冬天就洗尿布 你照样啥是没用 我都让我妈来照顾你了 还花了一个冤枉钱干嘛 事实上 北桥在月子里 从未被好好照顾过 饮食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吃不完的剩菜 不会下顿热热 照样端给她 结果就是 婆媳矛盾愈发严重 双方摄入水火 这一切都是北桥 给我妈打电话哭诉时 少叔在一旁听到的 少叔是公司老员工 当年跟着我妈打江山 他语气无限唏嘘 你说好好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就摊上这种人家 当初北桥不过你们反对嫁给他 但讲内心许的该感动 结果他 也不怪北桥对他失望 北桥对许元峰彻底失望 是他投资失败 而他投资的钱 是用北桥的房子 和珠宝抵押带来的 所以当唯一的不动产 被银行收走后 一家人又搬回了出租屋 生活的拮据 婆婆的挑刺 丈夫的冷淡 让北桥的身心都面临崩溃 而面对两个女人的矛盾 许元峰复旦不调解 反而愈发对北桥不满 他是家中的老大 下面有要帮扶的弟弟妹妹 举全家之力供他出头 他理所当然的认为 北桥要和他一样笑舍 回报父母 最主要一点是 北桥的身世让他难以接受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当初他看上北桥 就是因为他的家境 如今结婚三年 他在他身上没捞到一点好处 面对许元峰厌弃的眼神 以及他晚归时 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 北桥痛苦哭诉自己 为了他和家人决裂 可得到的却是许元峰的嘲讽 为了我 你本来就不是御家的亲女儿 如果是御南州 你看你爸妈会不会把他扫地出门 还不是怪你命不好 事到如今 他索性私下伪装 也不怕告诉你 以双方打进医院结束 我直着额头 异性阑珊的回应少叔的惋惜 这一切都是他的选择 不是吗 少叔沉默几秒 又低声窥然长叹 我从小看着你们长大 北桥如果谨慎一点 也不会落到这个田地 不过许元峰说 之前目标是你 你当时没察觉吗 没有呢 我笑了笑 从容自若的开口 许元峰当时对他真的很用心 理解他 重视他 还送他他亲手制作的翻步包 其实 上一世 我是查过许元峰的 直觉告诉我 他在洗手间门口 满住摔倒的北桥 有点过于巧合 我查了别墅的监控 认完许元峰神色如常 洗手间地面早被清扫过 那一块又属于监控盲区 所以我一直没抓到关键点 再后来 就是听到许元峰打电话 我告诉了爸妈 北桥要偷口口本的事 那段时间 北桥情绪激动 我试探着说出我的猜测 但他固执地认为 我就是嫉妒 就是故意破坏 原因为他们都分开了 这么证据的也无所谓了 没想到几年后 北桥会在一次 向节目组提供二十照片时 发现电脑里的监控截图 我依然记得那天 他拿着笔记本 从楼上冲下来 屡气嘲讽 像是抓住我见不得人的把柄 还说你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 你藏着他的照片干嘛 这几年 我们的姐妹情 早在他日复一日的 无理取闹中消耗盖尽 我累了 不想再和他掰扯 他那念念不忘的爱情 也不想提起许元峰这个人 他不配 所以我没解释 只是无所谓的一笑 你说喜欢就喜欢吧 北桥炸了 我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看书 他摔了电脑 蹬蹬蹬冲过来 他 脸猝不及防 偏向一边 火辣辣的疼 于南州 你真恶毒 脑子嗡嗡响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忽然想起 小时候和北桥 躺在被窝里 说的悄悄话 姐 我长大了 要买一辆厂棚车 带着你和爸妈 一起去郊外看心情 姐 这是妈从比利时 带回来的巧克力 可好吃了 你尝尝 再大一些 这边这边 真是的 多晚都告诉你 今天有雨 你都不带伞 姐 我们班一个男孩子 说喜欢我爱 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只想和你们在一起 仅如今 他甩了我一巴掌 说我恶毒 我很轻很轻地笑了 我以为自己会很难过 事实是我心里 一点波澜都没有 面对他的误解和质问 我很轻很淡地说 对不起 北桥 我不该破坏你们的感情 不该告诉爸妈 你要拿火口本登记结婚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看着摔门而去的北桥 我一个人默默坐了很久 五岁第一次见北桥 我们便形影不离 那时爸妈每天都在忙 家里时常只有我们两个 别说我不喜欢许彦峰 就算喜欢 也不会出现姐妹反目的场面 爱情从来就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我只是不想看他走小姑的路 同时也觉得 名媚正娶 三书六聘 才是对待婚姻最真挚的方式 若许彦峰经得住考验 我们也必将凤冠霞配 风风光光送他出嫁 以前 我以为任何感情 都比不了我们相伴十几年的提议 后来我发现 我想多了 上一世 北桥怨恨我 无非是我多管闲事 坏了他的姻缘 这一世 我把他的人生还给他 没有我的干预 他依然踏上与前世截然不同的路 而从他选择爱情的一刻起 也就和我们彻底完成切割 如今 他过得好或不好 都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我继续在投资圈混得风生水起 买版权 买股份 做出品人 直到有次我心血来潮 去片场查看拍摄进度 和工作人员打个招呼 又在电脑前听导演讲了一会戏 正感无趣 一抬眼看到半空中的北桥 他被吊在VR上 穿了一件廉价的戏服 神情中充满迷茫和无助 这部剧他饰演一个推动剧情的路人甲 全剧只有几句台词 在这场杀青戏中 他被改人追赶 有头无路之下跳河逃生 被工作人员从水底拉上来时 北桥动得浑身发抖 我莫地想起前世 他因为心情不好 拒绝拍摄一场水底戏 连导演都拿他没办法 最后只得又替身完成 至于心情不好的原因 和许燕峰有关 北桥发现电脑里的截图后 曾跑去向他解释 并试图复合 不出意外 许燕峰拒绝了他 拒绝的理由是他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 不想再折腾 请北桥放过他 也放过自己 啾啾缠缠五年的感情 总算画下了句号 但显然北桥并没放过自己 也没放过我 出于人道主意 我让助手送去一条薄薄毯 北桥擦头发的动作一顿 抬眼徐徐看不来 然后犹豫了几秒 向我走来 声音是进了冷水后的嘶哑 姐 他低垂着头 迷茫又坠着弯的样子 我安静地等他说下去 对不起 当年是我不懂事 伤了你们的心 我不在意的笑笑 大方回应 没有啊 也没有伤害到我们 毕竟 我们并没有因为你而过得不好 北桥身形微僵 眼神黯淡又带点不甘心 可是我回去 爸妈都不愿见我 我想了想 轻聊淡写地提醒他 我想 爸妈不愿见你 可能是因为奶奶 毕竟你当初也不愿意见奶奶最后一面 不是吗 奶奶的离去是今世的变数 上一世 由于精心养护 她身体一直很好 这是因为北桥的一意孤行 她的命运偏离诡计 更痛心的是 直到临死 她都没等来最疼爱的人 空气凝注 北桥眼神色缩了一下 许久 艳目地看向被众人伺候着的女主角 苦涩开口 姐 你这次为什么没有阻拦我 事到如今 她在意的仍是我们不愿见她 没有阻拦她 对奶奶 她一点愧疚都没有 我洋装听不懂 阻拦你 北桥一顺不顺盯着我 似乎想从我眼里看出什么 我没什么温度的笑了笑 你说许元峰 她家境是不太好 但我们也不是把钱看得重的人 短暂对着片刻 北桥一开视线 一难低语 如果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就好了 恰好助手 有时过来催促我离开 我转身准备上车 但深对她说 人生不能重来 她突然拉住我 急切到 有 肯定有 上一试 上一试 我就是在你们的反对下和她分开 然后在娱乐圈大红大字的 我戳回手 脸色有点冷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北桥眼神逐渐变得狂智 一步一步逼近我 你这次为什么不阻拦我了 为什么 你不是喜欢多管闲事吗 为什么不管了 是怕有死在我的粉丝刀下吗 心里气血翻涌 我咬牙死死冰着她 伴上 反而一笑 你想象力真丰富 这剧本不错 或许 你可以尝试做编剧 虽然面上不显 我衣袖下的手 却抖得厉害 我知道 她说的不是剧本 我确实死在她的粉丝刀下 在那之前 她因为许愿风的拒绝 而变得阴晴不定 连换几个助理 自然而然 方间便流出她耍大牌的传闻 同时有人匿名爆料 某一些女星 曾和有父之父有染 种种迹象都指向北桥 那时候她正在录制一档真人秀 节目组为了蹭热度 设计 让嘉宾说出自己的情感经历 明星最善于包装人设 在镜头前 潸然泪下的她 赢得众多脑残粉的心疼和理解 报告北北 北北不哭 谁与北北为敌 我就站在北北这边 与世界为敌 有些人就是心肠乐赌 见不得别人好 怎么不去死啊 同时 经纪公司也下场倒向舆论 在水军的操控下 不出意外的我被骂上热搜 这段时间 小区门口经常有不明人士徘徊 家里甚至收到她粉丝 寄来的遗罩和兽医 眼看情况有点不受控制 经纪人打算放她几天加低调一下 那天晚上是北桥最后一个通告 在某商场对某大牌护肤品站台 而我每个周六晚上 都会去商场附近的 一家养服馆做养护 尽管包裹的很严实 帽子 墨镜 口罩 但我还是被她的粉丝认出来 然后就是刀子捅进身体的锐痛 以及她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 后来我无数次想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何德何能 让她的粉丝一眼就认出来 更不明白 今世的她是怎么问心无愧的说出 你为什么不阻拦我这句话 怎么不阻拦 她都会把错怪到我身上 再次见到北桥 是在年底 作为资方 我收到某卫视的跨年邀约 在后台 我遇到好久不见 已经是知名设计师的周焱 寒暄几句 她突然凑过来 我刚才看到北桥了 她连个休息室都没有 在洗手间对着镜子化妆 嘖嘖 真是世事无常 话说 当时我给你的照片 你没发给她看吗 我平静点头 不是人人都像咱们周大设计师 这么通透明白的 也是 她抱了个碎吻过来 就八卦道 你们在同一个圈 你没关照过她 怪可怜的 你一句话 她能少走好几年弯路 我淡然道 说笑了 她哪用我关照 我相信她凭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一样能风光无限 后台拥挤热闹 北桥不知什么时候进了休息室 此刻正手握纸杯 脸色灰败 我不知道她听到多少 不过听到多少都无所谓了 隔着形形色色的人 我和她安静对望 张燕在边上尴尬的转移话题 听说你们有两部剧 今年预备在这个台上行 我收回视线 淡淡恩了声 今晚其实是提前预热 到时会有几个热门CP合体上台 其中一个女演员 前世是北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如今 北桥早已难忘其向背 回去的路上 我忽然想起北桥手里的包 曾经 一柜子的爱马仕 换一个帆布袋 里面装满她相似的欢喜 如今 月显寒酸的YSL链条包 藏着她发了霉的梦 时间 真是妙不可言 这之后 很久 我和北桥都没再见过 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 不接触 不相见 才是最好的几句 如今的娱乐圈 我不会给她嫌鱼翻身的机会 她也没那个能力 而她曾经夸赞 有人情味的家 也不过是一个汲取她养分的泥潭 刚重生时 我曾担忧过她的选择 如果她没和许愿峰在一起 我该怎样设计 他们所死 是 我就是想看她后悔 想看她一败涂地 我就是想让她认清 她念念不忘的爱情背后 是多么不堪 然而当她一步步走在我的期待上 当她一步错 步步错 深陷你找挣扎无望时 我又觉得索然无味 看过陈小木落 俗生百态 我发现 那些困扰于心 遇遇不得解之事 也不顾而然 不过 上一世确实我也做错了 随便干涉别人的人生 要知道 人的命天注定 强行改变 只会给自己带来祸断 晚上看片回来 车子被一个中年妇女拦住 她满面愁容 于小姐终于等到你了 我是你妹妹于北桥的房东 他们夫妻俩在我房子里闹自杀 房子成了凶宅 她还欠着我几个月的房东没给 我们普通人家买套房子不容易 你看这是弄的 事情的起因是 许燕峰和一个大他二十岁的富婆 打个火热 她想上位 向北桥提出离婚 北桥同意了 或许 她也早就想结束这种生活了 所以才会在最后一顿晚餐中放安眠药 然后封锁门窗 点燃木炭 许燕峰窒息死亡 北桥因为中途爬去洗手间 只是昏迷 她很坦荡 承认自己是蓄意所为 我沉默地听着 这还真像北桥会做出来的事 只是这次不再加以她手 而许燕峰 如果当初她不算计 两人在各自的轨迹上互不交涉 也许不会是这种下场 世间之事没有偶然 有的只是天到轨迹之下的因果循环 生生不息 我让助手给了房工一笔钱 以弥补她的损失 助手回来后 带了最新消息 人目前在开手所待着 难解 需要找个律师吗 我闭眼仰靠在椅背上 车内安静的 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不用 走吧 故事到这里 差不多该落下帷幕了 冬天的某一个傍晚 我妈突然和我聊起一件事 原来北桥曾委托律师找过我妈 她想让我爸妈收养徐染 被我妈拒绝了 我随口呜了声 我完觉得太敷衍了 又问了句为什么 被蛇咬过的人 看到颈绳都怕 我妈倒了杯花茶 退给我 我可以给她提供生活费 直到她大学毕业 但我不会把她接过来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你得相信遗传和基因 我心里一动 隐隐划过一丝什么 我妈她似乎都知道 很难讲 北桥走到这步 到底有没有我妈的运作在里面 这之后不久 我去监狱看我一次北桥 她穿着端马纹蓝色球服 头发乱糟糟的 目光呆滞而空洞 隔着冷冰冰的玻璃 她问我 姐 你查过许元峰 对吗 泪水沿着她受削憔悴的脸颊 她诉说而下 电脑里的图片 不是你喜欢她 是在调查她 我心虚平静地望着她 多了片刻 你想多了 事或不是 早就不重要了 真的 重要的是 我不会再轻易参与他人命运 哪怕是以爱的名义 走出监狱 黑色的大铁门 在身后缓缓关闭 风从前方吹来 天高云淡 全温暖